但是我知道我必须要舍己才能够配来跟随你 要不断地在蛇自家的带领下胜过战胜 一切来自肉体情乐的挑战 这时候我还没做 我根本还没活错这个样子 因为我刚刚还是一个baby 我还是刚刚领受了 但是道路已经看清楚了 因为你是道路 我虽做不到 但我渴慕他 我渴慕这样子的远景 我渴慕这样的目标 你完全的渴慕就是完全的心智 你就可以跟随耶稣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不要把一个耶稣这里讲的 生命长大的一个生命成长的成熟的一个结果 和要做门徒的心智混在一起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很多人 对门徒在说耶稣说的这个 心智和一个生命的一个设计成长的结果 两者混在一起以后就会产生了 那我们当中就谁能做门徒 等到谁能够这样 谁就叫门徒 因此教会里面就把信徒和门徒分开了 所以有人说我是信徒 不过我是属肉体的 他说肉体的 说肉体的就不是真的信徒了 说肉体的都卖给罪了 被捆绑 真正的信徒是属灵的 他们说保罗不是说 这个哥林多教会的 他们看起来都是 还是像血色肉体 他们是属肉体的 保罗说他们看起来应该长大 但是他们看起来确实像是什么 像是属肉体的 不应该是本质上是属于肉体的 只是表现起来一点都不争气 跟没信的没多大两样 就是属于肉体的 不可能的 你信了主了 已经有圣灵的内住了 你是属于主的人 不要给自己找这样的借口 因为门徒就是基督徒 门徒被称为基督徒 是从哪里开始的 是从安提亚开始的 你去查一下 查一下这个 特别的 在这个查一下的使徒行传里面 原来基督徒就是 基督的门徒的简称 所以每一个做基督徒的 就是基督的门徒 所以因此 我们在这里的问题在什么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万万不敢把那个传福音的对象当作 是将来要成为神国度里的 基督的门徒的作为目标来传 只是希望他得到一些好处 传得很软弱 没有传全辈的福音 我们传成功神学的福音 所以有人说你们基督教 专门是称人自危 称作人设婚了 设学了 设业了 或者是得病了 等等等等 你们就来劲了 对不对 你们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告诉他靠着主 神给你工作 神给你什么 让你婚姻好起来 神给你让你身体好起来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我们的福音工作大有市场 我们也就觉得挺有信心的去传 可是神要我们 征战的兵器不是说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攻破坚固的阴雷 我们能这样做吗 我们首先我们头脑的mindsetting 我们不对了 所以我们说传福音传福音 所以说现在真难传啊 真难传怎么办 不断降低标准 就方舟一得 这是用人意 这样子越传 其实越难传 你这样越传 你和世界的分别越小 我何必来信你呢 你们做基督徒的 最后教我 就是信好处了 信个上帝 信别的 跟信上帝 换个名称 最后结果要求都差不多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有圣灵的能力在吗 没有 我们用人意代替圣灵了 由此我们在这里面一定要体会 这里面主动词make disciples 分动词三个 怎么能make disciples 围绕着仅仅的是门徒成为门徒 一过要做三件事 第一是他从不信到信 这是肯定的 这叫by going 你说他英文 他叫by going 你要去 going是分动词 去是分动词 还有一个呢 by baptizing 踢他们什么 施洗 施洗是一个动作 两件事了 去传福音 让他信 然后第二步 让他洗 给他施洗 第三步就是什么 凡 这是by teaching 又是第三个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 遵行 没有这个by teaching 门徒不会长大 没有那个by baptizing 他的薪资 没有得到考验 明白这个意思吗 门徒的两个法层面 大家再记一遍 心智的层面 和生命 集果子的层面 两个层面 很多人 为什么接不出果子 因为没有在心智的层面 经过考验 随随便便受了洗 我跟人说 你信主了 我可以给你收洗 但是你先要参加 我十二讲的 那个福音真理班 他说一十二讲啊 怎么参加 每个主日早来一个半小时 哇 十二周呢 OK 你连这个心智都没有 你怎么能够将来 能够配给主做门徒啊 你都觉得这个是个负担 你是主的人 对主的梁没有这个可目 现在还不要求你做什么 只要你学 告诉你 有这么多的 如果你有心智 哇 太好了 我就是觉得 我好像说虽然信了 但是我心里还是真的不踏实 我牧师太好了 给我这么十二课上了以后 就这样子 可是一向来就觉得 我付这个代价要不要 听说别的教会没那么难啊 很快就说了 就说要受洗了 就愿意 高兴来不及了 赶快 让他受洗了 又是送鲜花的 又是切蛋糕的 都是挺好的 对不对啊 每个人都弄得 好像觉得我受洗了 读你们个favor 那你们开心了吧 对不对啊 给上帝个面子 完全全就把整个重心格搞了 不行 一定要做这个事情 你连这个十二课的代价不付 我很难怀疑 是不是你真的得了主了 还是你真被主得主了 就是这样 因为神从此 你信了主 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 本来你不是鱼 现在变成鱼了 那鱼变成鱼 就喜欢到水里去 你本来对神的话语 没有什么感觉的 你一旦信了以后 你就想进入神的话语 如果神的话语 你还都做负担 这样的人我让他受洗了 有败坏基督教会的名声 怪不得很多人更难受洗了 像你们这个样子 还能做基督徒 这样子一点的呢 很多人就半岛人 那更不能 所以在这个方面 我们一定要体会到 我们一定要 在传福音的上面 分成两个层面 在传福音的层面上 新知的层面上明白 让他们 才给他们受洗 那有人说了 对啊 你刚刚也知道 当年彼得的时候 受洗的时候 他们很快就 一连差就完成了 那我就告诉你 那是一个特殊事件 请注意 圣经里面有两种 一种叫事例 事例 一种事情发生出来以后 我们要找到 它背后的原则 而不是简单去仿造 那个事情 明白吗 林派有个很大的错误 就要仿造 回到早期情况 行神节啊 说方言啊 不是 行神节说方言 是那个时期的 一个package 神的福音 广传教会 初期间里 是神所赐给的 这个情况 要当时要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历史的 一个状况 不可能重演的 一次性的 就像耶稣的 复活圣天一样的 早期的这些事情 你要去重演这些事情 模仿这些事情 模仿这些事情 就错了 但是神要我们 从这里面体会 他的经历 彼得那时讲到 得了圣灵的 大大的教官的能力 是上帝要这件事情 成为一个 很显著的事情 所以当彼得说 你们这些人 指数上 彼得是一个 完完全全是一个 加利利渔民的身份 对着一群谁讲话呢 对着一群海归在讲话 海归这两次 我们不用用 对啊 那一天聚集在一起的是 各国近前程的犹太人 从各国来 海归的特点就是 见多色广 加利利渔民呢 就叫加利利渔民 就一直待在加利利的那种人 是老土 本国的 也不在本国的城里住着 住在什么 陕该林边区 等等 这种不行 是编剧的 那是老土 对不对啊 所以你想想看 一群你们这些 在墨尔本大学 说了硕士博士的人 回去听一个 黄土高原 带着白杨肚毛巾的人 来跟你讲话 你们这老老实听着 没门 踩着甩都不甩他一下 他居然讲了 而且还骂他们 是你们 你们所杀死的那位耶稣基督 所杀死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基督了 是我们的主了 如果听到这里不炸锅 很多人上去不把他求下来 反过来 这些人听好以后 这三千多人好像都傻了 一起问 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 感到扎心 被骂了以后 有个扎心 扎心以后就怎么样 谦卑顺服下来了 然后彼得就告诉他们 该怎么样 不可思议的 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如果你折了足以后 我们现在有些人 我也说了 上次有五个 这是四个 绝了治以后 握手以后 不要害羞地离开 我回去再想想 我早了 我那天迷糊了 对不对 牧师一讲 我只是听了一时高兴 或者一时感动 我回头还想个清楚明白 有人觉治以后 几个礼拜不见 或者什么 问题就是 你如果觉了治以后 哇 拉住牧师的手 牧师啊 我下面该如何办 我下面当如何行 你如果这样一讲的话 我说上帝给你特别的恩典 就像当初三千人 一起问彼得 弟兄啊 我们当如何行 甚至不知道怎么叫他 也不知道他是使徒 他更不知道他 其实比牧师还大一点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因为不管 看到权柄在上面 我们当如何行 我们现在有些信主了 我信主了 我能不能保证 我以后这个困难 能够解决啊 我信了主以后 我什么什么 你信了主以后 都我怎么怎么 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不是说主啊 我当为你做什么 这就是心智 保罗从马上滚下来 大马车路上 也是第一个问题 主啊你是谁 第二就是什么 我当如何行 就是这个 认识主以后 真正的认识主以后 第二个问题就是 主啊 快告诉我 我该怎么行 我就告诉你 我们现在很多人 你第一 不但要参加 十二个 这个是骑马 这个真理班 你还要成岛会 你还要什么会 还要什么会 还要把圣经 好好的从头到尾读 我会一点点告诉你 要怎么样怎么样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就叫心智 这个时候就可以 给他受洗了 一点都不错 明白吗 心智呢 不一定就是说 这个知识 到底建立到哪了 我主要说 你要上完十二课 是考验你的心智 你连这个心智都没有 我把你收进来了 这说明我在上帝面前 不负责呀 我这是 你口说你相信耶稣基督 可是这个耶稣基督 到底是怎么样的耶稣基督 你不明白 我说你信了主 你要准备和与主受苦 你马上就呆掉了 主是不是让我们得佛吗 对不对 不受苦怎么得佛呢 只有一同受苦 才能一同得荣耀 主的路你要走 蛇指甲的路要背上去 背什么蛇指甲 就对付自己的罪 蛇指甲是专门来盯你的罪的 你背了蛇指甲 就把你的社会上的那种重担放下来 你专背主的蛇指甲 你一背 你发现是轻省的 因为主怎么 早已把大头给你背住了 你与主同行 这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有时候跟主同行 同行怎么行啊 是主领着你行 不是主伴在你旁边 你随行 你走了 主跟着你 主一路在照顾着你 你还在走你的度 你必须走在主的道路上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沙滩上的脚印 大家都很多人都躲到 很感动哦 在沙滩上有两双脚印 我知道一双是主的 一双是我的 随便到沙滩上就走走啊 沙滩 美丽的风景 走沙滩的话 我们就常常会觉得 你看呢 我们那边证婚港告里面也都有的 你去看一些 他说我喜欢walking 我喜欢walking on the beach 这种很浪漫的 你不会说我老是喜欢看电视 这个人家就不来找你了 你说你喜欢在电视 说沙滩上走 沙滩怎么走啊 你可以走沙滩 神也可以带领你走沙滩 那不是的 你是真的是要对付罪的 是主在前面行 你跟着他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明白这个 当时后来看到两双脚印变一双脚印的时候 你不要去这块主 怎么主不在我旁边了 你应该自己吓一跳 我到哪里去了 我就搞不懂 这个思路就不一样 对不对 主是永远在主的道路上 主是永远是信舍的 一双脚印的话 你不要想 哎呀 怎么主不在了 这个主不在了 怎么回事 你走着你的道路上 你以为主在伴你而行 当然主不在了 你跟随着主行 你怎么 我找不到主的脚印 还能行吗 你在行什么行啊 根本不能行 这非常重要 要体会 所以在这儿 我们一定 心之若能坚定的话呢 我们声量才会成长 如果没有过这一关的话 所以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导他们遵行 你能做吗 正因为那些犹太人当初说 弟兄啊 对着彼得说 我该如何行的时候 彼得就可以 马上就给他说了 对吧 第一 你们当救治医 脱离这完全事件 你们要个人要悔改 叫你们罪得数 这样子呢 才把教导就下去了 你们要悔改认罪啊 你们要于什么 当救自己脱离 这弯曲的世代 什么叫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啊 千万不要走在社会的 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当中 我们基督徒常常觉得 还能够混在社会的 主流价值当中 跟你打成一片儿高兴 不是的 你能够忍受孤单 为主受苦 付出代价 当初要脱离的 弯曲的这个时代 是指那些法利塞人 为代表的伪善的 宗教制义的宗教制度 要他们脱离 对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国人 脱离什么 要脱离过去一套的那种教导 唯物论 计划论 科学主义 民族主义 共产主义 通通要丢掉 这叫脱离这弯曲的时代 你还含情默默 你还是说 还是以为过去的 左右的这一切 这朝主里还舍不得丢弃 你要像保罗一样 粪土万事 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自保 有些教会里面教导 对这些过去的那些架杂 不发起冲击 不发起那个 当然你会背着 一起背着 你就侍奉两个主 所以在教导当中 对这些敌基督的东西 要凭着上帝给我们的勇敢 我们刚想壮胆 就凭着神的话语 因为只有神的话语里 才是真理 来把整个世界 至于在批判之下 他们于是领受 他的话就受了洗 受了洗你知道 他们顺服吗 顺服到一个什么地步啊 爱心大到一个地步 他们都 谁都不愿意走了 这一步非常重要 本来这一天 本来这些前净天的人 坐好就走了 但是成为新道人 神的英语 叫他们 因为是教会 教会不是只是一个聚会 也是一个社团 所以为宗教自由的真正保证 不光是言论自由 不光是结会自由 还要要结社自由 还要成为一个 一个这样的特别的一个主则 这就是教会 这个自由是这样来的 非政府主则 世界上第一个非政府主则 就是教会 就是这样子的 他们住在一起 很多人就爱心 变卖了一切东西 让他们住 这个变卖 是不是我们现在要求基督徒 大家都互相变卖 住在一起的 那就不要 这个是不要去仿效 这个具体的一个特殊情况 产生的一个势力 但是里面的爱 我们要知道 只要有需要 我们就要帮助 这就对了 所以我们中里面 听的是原则 打住的是这样子 真因为有这个心智 教导就顺畅了 为什么我们不肯长大 我们心智没有摆定 我们只喜欢牧师 讲一些我们要听的话 我们读经 也选一些我们要听的经文 我过去再给华人教会讲的 你们最喜欢诗篇哪一篇 大家一说 诗篇二十三篇 一定说的 我在这里不问你们 帮你们回答一下 大概不冤枉你们 很多教会都是这样 二十三篇好 二十三篇是好 问题就不是只有这一篇 你停留在这一篇上 甚至你只喜欢前半段 后半段你不想读下去了 因为你不想经历死亡的因果 死因的忧果 对吧 躺在青草地上 谁不愿意躺啊 我一直说 谁都愿意躺 大家都愿意 对不对 主啊 你就帮助我吧 让我舒舒服服 你不舒服 你就不是我的主了 是这样子的心态 那就不行了 诗篇五十三篇很重要 不光是二十三篇 五十一篇 保罗的 而不是那个大卫的认罪诗 这种都是很扎心的 有人说 我不要求太多 圣经那些太难太多 我要几句神的话 我就够了 你听他很谦卑 我要求不多 实际上很骄傲 有几句话 你是谁啊 神的都是 其他都是啰嗦多余的 这是不对的 所以神的话语 你要全备的 丰丰富富的掌握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时候 这个是耶稣要说 凡我所吩咐的 听见了吗 关键字在哪一个字上啊 凡子啊 凡我所吩咐的 我们长不大 我们挑挑拣拣 我们就偏食了 我们营养不良了 问题就只是 我们要吃的那些菜 不过去说 只是喝奶 你们是喝惯了奶了 就像西伯来书的作者说 你们喝惯了奶 你们就是什么 你们是孩子 你们就不会吃干粮 只有吃干粮的人 他心窍在邪恋的通达 才能什么 熟练人意的道理 所以你不熟练 你怎么遵行呢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 都教训他们 最后还落实在一个什么上啊 遵行上面 不是只是听道 而且要行道 教会 讲的东西就是很认真 不是讲过 我讲过了 大家不这样做也可以了 这样子讲的这个权柄 就大大自扣了 原来教会也是听一套 请一套 但是我们都逃不过上帝 我们要去向他去交账的 由此 保罗记得当年 在以夫所信徒和他妹别的时候 最后他离开了 大家抱着他哭 以夫所是保罗最下功夫的一所教会 以夫所书 是以教会为中心的一封书信 他这么说 我今日向你们证明 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 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 罪不在我身上 因为神的旨意 我并没有一样避讳 不传给你们 保罗要走了 什么话都好说 偏偏讲这个话 最重要的话 你以为保罗是脱离责任 保罗在这里告诉大家 你要注意了 底下如果我讲的 你们不做 你们灭亡的话 罪在哪里啊 在你们身上 因为我已经交代了 凡神要我传的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 就说明保罗是忠于耶稣基督大使命 这个凡子 凡我所教训 没有一样 难道有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造成了以后 因为我们调调简简 影响了我牧者 什么样的道罪欢迎呢 讲爱 永远是讲爱 罪不得罪人了 但是圣经 神的话语是要我们受责备的 被归正的 我们不被鞭打 不被教导 我们怎么能够归正呢 所以这个方面 我们要好好的 要体会到 所以我常说 我们的哲世们 我们的弟兄姐妹 要跟牧师讲 请牧师 你看着我们的弱点 你看着我们的问题 要狠狠地用神的